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这么早来了 有事 嗯 我给你商量个事 你们到底谁跟我住 刚子 小英怀孕了 真的 哎 强子 小英怀孕了 小英怀孕 小英要生孩子了 这是个大事 那我也不会弄孩子 小英坐月子啊 这一个糟老头子 在他身边老晃悠 人家也不方便 我看就让你妈和强子他们一块儿过 妈 玛丽说了 希望您跟我们一块儿过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那你们就看着办吧 妈 到底怎么着啊 你爸不是说了吗 小英生孩子是大事的 哎 哎 妈 玛丽 嗯 我跟你说件事 啊 你说吧 小英怀孕了 小 小 小英怀孕了 这 这不是未婚先孕吗 这也太过分了吧 多难为情啊 所以强子和小英提出来 等他们结了婚 让妈过去跟他们住 顺便照顾小英和孩子 你妈去她那儿 那咱俩怎么办啊 我也知道 你跟你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 再加上 我觉得你爸爸 他对我有误会 我挺处他的 你想想 咱们三个人要是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那 那不都得特难受吗 可是玛丽 现在事情已经出了 能想的办法都想了 没什么办法可以想 那我不管 你就得想办法 照家里现在的情况 当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估计家里也没什么前处 到时候这墙子住城南 钢子住城北 这一下子就隔着二三十里地 这姥姥姥姥到成了牛郎之女了 两地分居 我就是担心你 你和那玛丽你说你能过得一块去吗 不行 我们家莉莉嫁给他们家 已经够亏的了 他们家砸过卖铁 也得出钱 妈您就别争了 自从我跟韩刚谈恋爱 我也没指望他那个破家 大不了我就捡个破块钱往那一扔 跟韩刚过日子得了 莉莉 你是想把妈气死是不是 老天爷就是派你来气妈妈的 他们家不出钱你就忍了 那怎么办呀妈 韩刚他们家就这么个情况 你就是算是说翻了天 他也拿不出一分钱来啊 我都跟韩刚说了 这世界上的事啊 能做到两全其美不容易 那当初咱们也没指望他们家 能怎么着啊 为了人才投资吧 要要要 看把你给大方的 为了女儿的幸福 你以为我就不会大方啊 我不过是想起老韩他们家 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也就是过过嘴瘾生生气 别在意啊 我知道了妈 谢谢你啊 小丽 你看你妈就是嘴厉害 其实心里头挺善良的 那当然了 这我知道 小丽啊 你放心 你结婚的费用啊 咱们家全都包了 这点钱算什么呀 我马振华拿得起 妈妈 谢谢你们啊 咱们も要买我的 不然我也是 你会若来って 我 cheminARD floor 废斑 你看这是你 脸唱ES 对 filmmaker 抗筒 你是要結婚了 等着急用钱 哥都这么多钱 你先拿着用 哥 我不要 拿着 老要你钱呢 快拿着吧 谢谢哥 我还挣钱 小英怎么样 小英挺好的 都没解一 哥 你别多想了 没事 东北怎么样 东北姐 还行吧 瘦了挺多 哥 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见东北姐 都不知道说什么 东北姐 其实对我和对小英 都挺好 像以前也 哥 没别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我有事 玛丽 玛丽啊 还是想跟 咱妈一起过吧 我怎么都说服不了她 你说这事怎么办 我怎么做 也没什么 candy 你帮我都说 你的项目 我又找你 你帮我 你的项目 你的项目 你来怎么 我说让你给你补补身体 大哥人就是挺好的 其实我哥嫂子都不错 别跟我提你嫂子啊 提她我就生气 说这东西还不是说哥给你买的 是玛丽给你买的 她买的呀 那你拿走啊 才不要 你碍手玛丽啊还行 帮哥当上银行信贷部的经理 还把咱们结婚的钱都给包了 你还能让人咋样啊 那他还在你家就能一手遮天啊 沈阳 我还真有个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啊 我大哥说让妈跟他们住 为什么呀 我不同意 这肯定是玛丽的主意 就她高贵 什么事都会听她的 她买这东西 就是为了让我答应这件事 你不是 我告诉你啊 我不要 大中午的来气我 烦不烦啊 喂 韩刚 怎么样了 哦 我跟她谈了 墙子确实有难处 玛丽 要不我们还是跟他一块儿过吧 你觉得呢 不可能 凭什么咱们凑合这过 韩刚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什么事啊 还是你公公的事啊 虽然说活息难处啊 跟公公一块儿住更不方便 同住一个屋檐下 你想想多不方便 阿嘉 怎么办啊 我都烦死了 我看这事 你就坚决不同意 你干嘛去 不行 我得去找我婆婆 就那么点钱啊 他们就不能出去借点吗 爸 你也太贪心了 那韩刚结婚 韩叔都拿不出来什么钱 就是因为都给我跟韩强了 那你让他去借 到头来不还是韩叔一个人去还啊 那还不如把那钱拿来补贴补贴我们的生活了 傻子 你真傻 你就不替我考虑考虑考虑 那天韩力德来找我就让我给他绝回去了 你还同意了 你说我养你这女儿真是白养活了我 怎么白养了 怎么白养了 要不你把我卖了算了 我妈要是活着 她你多伤心呢 她能让你这么干吗 不是 不是 你说养丫头她就她就是个赔钱的货吧这么深 你还 这玩意儿 老婆这干嘛 这玩意儿 这 是 阿姨 谢谢啊 坐吧 来 阿姨 不是我不讲理 您也知道 叔叔他一直反对 我跟韩刚的事情 就为这事 大家弄得挺不愉快的 我想现在他 也不一定能够 完全地接受我 如果叔叔 跟我们一起过的话 我估计 他的心情也不会好 既然这样 就别为难了 等我跟韩刚结婚以后 我跟叔叔好好地相处 那个时候 我们再一起过 我觉得会更好 现在还是您 跟我们一起过吧 韩刚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玛丽雅 我和你叔叔 跟谁过都一样 主要现在不是 小英怀孕了吗 得有人照顾她 阿姨 我知道了 谁啊 谁啊 进来吧 怎么是你啊 我爸不在 等等 我是来找你的 这还挺稀有的 找我呀 你说吧 什么事 小英啊 我觉得咱俩之间吧 存在着误会 我今天来找你 就是想跟你好好聊聊 跟你有什么误会啊 没什么好聊的 你 哎呦 玛丽啊 哎呦 你瞧瞧 你怎么来了 你看 你让人坐呀 来来 坐坐坐坐 小英 赶快给人倒点水去 你这韩子 哎呀 哎 你看你真是 哎呀 你真是 你说你来了吧 你应该给我打个招呼 谢谢啊 我好有个准备呀 哈哈哈哈 没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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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叔 胡叔 正好你在这儿 小英 你也知道 韩刚跟他爸爸的关系 一直不太好 我希望你能够顾全大局 就让韩叔叔跟你们一起过 所以我决定 什么叫你决定啊 我怎么就不能决定啊 你老为你自己想 你就不能为别人想想 再说了 韩叔照顾我都不方便啊 哎呀 小英啊 你就答应人家玛丽嘛 爸 你怎么回事啊 到底谁是你姑娘 你老帮着别人欺负我 这事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你走吧 胡小英 你少拿怀孕当借口 你觉得你怀孕是光彩的事吗 你还好意思说啊你 哎呀 玛丽 你是我是不光彩 比你强多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你 你就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 你抢走了东美姐的韩刚 你就是这世界上最坏的女人 你敢说 别别别 别别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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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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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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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 你敢打 你敢打 啥 jeg hire 小英 怎樣 吵起来了 快点 快点 来来 来 你怎么了 爱 84 干什么 小英 小英 你敢 小英 小英 回收 回收 开 回收 回收 对不起 回收 小英 小英 你弄什么弄啊 你弄什么弄啊 咱们想你来 我回来 干什么吧 慢点 来来来 快 快快快快 大夫 你是孕妇丈夫吗 我是我是我是 听说是打架摔的 你这个当当夫的可真不合格 对 你知道吗 孕妇前三个月是危险期 如果有出血症状 就有可能流产 现在怎么样了 这次你媳妇请亏是微量出血 如果留多了 孩子就保不住了 那现在没事吧 暂时没事 我给你开点药 回家按说明吃 不过回去随时观察 如果有出血症状 赶紧来医院 小心啊 媳妇 媳妇 没事吧 媳妇生的孩子没事吧 媳妇 她别让你那么欺负我呀 媳妇 你快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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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带你媳妇回家吧 行行行 我快点去 走 走吧走吧走吧 回去了 小心 好 好 来 我替玛丽给小英道个歉 哥 这事吧 你就跟小英说 我做不了主 来 闺女儿 喝点水啊 你说 这玛丽她怎么这样的 她以前不这样的 以前我见的她也是文质彬彬 客客气气的吧 你才看出来啊 早就说过那女的不好惹 文质彬彬的呢 你说你跟她当种 这还不如跟东梅呢 虽然后悔也晚了 要不是当初 你帮她往前抛的张罗 她跟韩刚也成不了 说到底就是你把我害了 这怎么是我把你害呢 那你是我闺女我能害你吗 她跟韩刚 我也没想到这会儿 那才能成这样啊 你嘴撕了 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韩刚 怎么样啊 小银她怎么样啊 你快说呀 怎么了 她 她流产了 没有 没有 抱胎呢 那你干嘛不说呀 你吓死我了 韩刚 这事她也不全怨我呀 你可不知道 那胡小英多不讲理啊 张嘴就骂我 你还不知道我了 我哪能斗过她呀 玛丽 你是嫂子 再说了小英怀孕了 如果孩子真没了 谁能原谅你 哎呀 行了行了 我知道了 你就别再说我了啊 吃饭了 哎 啊 一会儿你做点好吃的去看看小英啊 哦 知道了 你赶紧吃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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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 我给你熬的鱼汤 还得香呢 怎么那么咸啊 放了多少盐啊 呦 是不是有点咸 你是不是把麦盐的给打死了 没事 我跟你兑点水啊 不就不咸了吗 不用了爸 你兑水还叫鱼汤了吗 哎呦 你说我这要是嫁人了 你跟我哥哥咋办呢 我真不放心 放心吧 爸 你爸我饿死 再说 等你嫂子一过门 不就有人做饭了吗 嫂子 啊 你说谁啊 哦 那我不能告诉你 爸 你是不是又打东梅姐主意呢 哎呦 我都说了 你说我哥那样的 能配上东梅姐吗 行了 你就别替你哥瞎操心了 你自己的事怎么办啊 反正我不能让那玛丽得逞 反正我不能让那玛丽得逞 那么欺负我 我还是想跟韩强她妈一块过 小英啊 这半天呢 我也思前想后了 阿淑 你就要了韩强她吧 啊 为什么呀 哎呦 你又不知道谁是你姑娘 行行行行 你先别犯了 你听我跟你分析分析 第一 韩力德跟你不过 这玛丽 是不是欠你们俩一个人情 再说韩强工作的事 那她是不是就得帮忙了 第二 韩力德跟了你们 最实惠的还是你们俩 她不仅有退休金 她还能擦袭挣钱 韩强她妈有什么呀 什么都没有 除了能给你们做做饭哄哄孩子 剩下的就是一张嘴 你俩本来就挣得少了 你说再养活个三四口人 那多难哪 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啊 我跟你说 你爸爸我这颗脑袋 上辈子准是个军事 别人想到的 我早就想过了 别人没想到的 我也想到了 别人打死都想不明白的事 我一会儿我就想明白了 这脑袋里全是脑细胞 行啊 别吹了 你去夸了你妈 都看着险呗 喝吧 小英啊 韩强她妈来了 好 来了 嫂子 婶 你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下地了呀 我都躺那天了 我又下来待会儿 人家大夫说让你卧床保胎 来 嫂子 坐下 坐下说啊 小英啊 我给你弄了点粘米饭 来 你赶紧趁热把它吃了 我听刘水说了 说这个粘米饭啊 是保胎的 能把孩子粘住 真啊 管用啊 管不管用也不知道 反正这都是民间的偏方 我想吃了也没坏处 吃吧 小英啊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想 就想着怎么把这孩子保住 保住孩子比什么都强 嫂儿 嗯 我想好了 您去跟玛丽过吧 你同意了 你同意了 你那脾气今天你也看见了 虽然她上过大学 可是她心眼小 她容不下别人 要是韩淑过去了 肯定你受气 还是让韩淑跟我们过 小英啊 真懂事 快吃吧 大爸 小英同意了 同意让你和他们一块儿过 瞧得娶了个好媳妇儿 富 fract 进来 叔叔 起脚呢 怎么着 猫没叫你就过来了 猫 我找一小鹰 你跟我呢 我进去啊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猜 我爸在呢 没事 他洗脚呢 你有事啊 我听说你同意我爸 跟咱们住一起了 谢谢你呗 小鹰 你是最通情达理的 那是 才看出来啊 那咱可是说好了 要同意了 就不能反悔啊 其实我就怕你爸 到那个玛丽家去受气 那个女的 多跑惹呀 小鹰 我爸要听你说这话 心里肯定特别高兴 我也不是想让谁表扬我 我就是心直口快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小鹰 小鹰 你放心我 这辈子我肯定对你好 我要不对你好 我丧良心我就对不起你 那你写个保证 你保证一辈子对我好 你要是有一天敢变心 要是证据 哎呀 还挺有心机啊 写呗 那我写完我给你审查 啊 韩强 啊 咱们还是早点结婚吧 我也想 好好地谢谢你 再见 再见 行 哎呀 你 小鹰 好 我 昨晚人跟我说了 容易 小鹰 你决定吧 你说我这堂哥的 什么事都让你别难 我都不好意思了 哥 你这叫说的什么话 堂堂 你是要结婚了 要不我给孩子买个小床吧 哥 这也太早了吧 我总得意思意思 行 哥 那你记着点 爸说让你跟玛丽下班以后回去 家里开个会议 可能就宣布这事你别忘了 行 知道了 电话 怎么了 可能又是你们家那位亲爱的吧 是又怎么样 气死你 情不得意 喂 阿丽啊 今天你跟我回到家 为什么呀 难道是你们全家都要批判我吗 不会 阿丽啊 韩将同意了 让我妈跟咱们一块儿过 真的 那太好了 你说他们早这样不就完了吗 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小鹰玩点东西啊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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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吧 这是我来办我来买啊 好好好 挂了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我跟你说啊 他们同意 让他妈过来跟我们一起过来 多好啊 真的 哎呀 你看这事就我说的吧 这种事就得坚持 还是你有经验啊 那是 嗯 哎哎哎哎 来了来了来了 哎呦老韩啊 你在家呢啊 小鹰呢 睡了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 有事啊 我想让你和小鹰 上我那儿去一趟 我要开一个家庭会议 你去啊 给我做一个见证人 我啊 嗯 见什么证啊 我把家分了 你作为小鹰的父亲啊 也得出个面 见证一下 好 好好好 我去我去 好 那玛丽她爸去吗 去 我也请她了 好好好 那我一定去 哎小鹰呢 醒了 你给她说一声 行 我让韩强来接你们 好好好 走了啊 坐这儿 哎哎哎 来来来 好 妈妈 哎哎 我一定去啊 哎哎 人老了 就怕家散了 哎呀 这得亏我就一个儿子 喂 好 老韩呢 哎 哎 是我 要是有空我想请您到我这儿来一趟 怎么 有事 啊 我打算把家给分了 哦 好 我去 好 我等你啊 喂 韩刚吗 我听你爸说 要分家 你们是怎么定的 还是老样子 一家养一个 我妈啊 到我们家去 哦 都同意了吗 是小鹰决定了 玛丽去找小鹰去了 弄得小鹰差点流产了 什么 有这种事儿 嗯 喂 玛丽 你看你干的好事儿 啊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爸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 玛丽 你可真是啊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怎么能主动上门跟人去吵架呢 这种事儿让韩刚去就行了嘛 你一定要主动去上门向人道歉 不能让人抓住把柄 爸 韩刚都已经给韩强道过歉了 我觉得 我没有必要去 那事情是你做的 你怎能让韩刚出面呢 必须你自己去 你还不知道那胡老三是什么人吗 他肯定要拿这说事儿的 爸 有钱 过来啊 哪儿 活什么呀 一会开会啊 万一发生什么争吵啊 什么的 你要坚决地站到我这边 您想干什么呀 一会你就知道 连我你也瞒着呀 瞒一下活 白丽 我嘱咐你的话都记住了 记住了 来 来了 来了 一会儿别起来了 赶快颜色解释啊 你去哪儿 我给你出这口气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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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马出的 你看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小英是吧 好好 来来 请请请请 你还带东西 你看 行 放这儿吧 小英 别动 太傻了啊 怎么样 小英 好点了吗 好多了 磕不管乱动 没个食欲 一天也吃不下去一碗饭 那可不行啊 小英 你现在可是两个人了 可要好好地保重啊 这事啊 都怪玛丽 我已经批评她了 玛丽啊 赶快给小英赔礼道歉 赶快给小英赔礼道歉 赔礼道歉 快 小英啊 对不起啊 这次都怪我 你可别往心里去 玛丽 玛丽 玛丽啊 你也不用太客气 我们家小英啊从小就皮实 她身体没事 我就是担心她肚子里的孩子 你说有个三长两短的你这 真是万幸 你说孩子要是有点事 她跟韩强那还不得伤心死啊 医生说了 这次是动了胎气 这元气恢复起来 那不好恢复啊 那得好好补补 这两天呢 我也到处再买这个 露胎膏 可是哪儿也买不到啊 玛丽 回头托人去买 好 我马上托人去买 小英 你还需要什么东西 你尽管跟我说 我一次都给你买齐了 不用 别弄得那么严重 都在呢 我爸让我过来接小英 马厨长 你看 我们家小英这几天 她也没能去上班 这韩强呢 也忙里忙外的 好几天也没去了 再说了去了也没用 咱们单位您还不知道 好几个月都没活干了 您看 是不是给韩强 也调到成天局去啊 她陪小英那总得生命活呀 好的 好的 我尽力去办 韩强 赶快去去马叔 谢谢马叔 谢谢马叔 谢谢 很客气 眼看就要成一家人了嘛 是是是 行了 去看看你爸爸 省得她等急了 咱们走吧 小英 你好好休息 有空我再过来看你啊 我爸让小英也去 小英不是动不了吗 怎么走啊 既然是老韩让大家去啊 我想她是想 务必想让大家都在场 韩强啊 一会儿啊 你把小英给抱过去啊 好 韩强啊 你好好抱着啊 我们先过去了 哎 爸 走 哎哎 好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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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过去啊 哎 哎 又打下来了 爸不得打架 一群小士兵 怎么就那么势力呢 谁让你得罪人家了呢 韩强啊 以后你们家的事啊 还是你出面为好 免得产生误会啊 爸 嗯 真让我妈给说着了 行了 别说了 走 没说过啊 你让我给你找到他 就帮你去看我了 您看你和他 嗯 我真让你睡觉了 你快把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他呀 比你坏多了 我坏吗 你爸我坏吗 我坏我也是为了你们坏吗 这不领情以后我还不为你们坏了呢 大叔 走吧 走 不行 怎么了 你得抱着我呀 我 你真让我抱你 那刚才人家都看见了 你快快 让我去看玛丽那样肯定特好玩 你就闲哪你 说什么呀 本事出事 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要宣布我的一个决定 我决定把韩家给分了 把你们二位未来的岳父请来 是可以做个见证人 我和苏芬也不是有本事的人 也只能帮帮孩子们解决这个房子的问题 我决定把这个拿到郊区去换两个 一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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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画俩人这正好啊老大老二都一套产权归他们 但是 我们两个还活着 必须得有一个住的地方 产权归他们 但是我们俩一个人住一家 我决定我住老二家 他妈 跟着老大韩刚那儿住 老大老二有什么意见 没意见 没有 好 我整了一个协议 我在上面签字了 没意见 当着这个证人的面 你们俩都在这上头签 证人也得签 我签完了 你们俩签 俩孩子也在这上头签 当一点头签 你俩费的 你俩费的 有一个事情 你俩费的 这儿 我俩费的 你俩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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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人俩费的 我俩费的